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来呢 是专程来跟你道谢 谢谢你前一阵子照顾我丈夫 丽姐 我只是想弥补聪明惹出来的祸 我想前一阵子你照顾我丈夫 大概花了不少医药费跟生活费吧 那没什么的 光耀呢 他跟我说过 他跟我是三十多年的夫妻之情 而跟你呢 只是道义跟义务而已 既然我是光耀的老婆 她是我先生 那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这个人是从来不喜欢欠人家人情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特别来替我先生 还你这个人情 何丽姐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敏君啊 你说妈这样做对吗 妈 我怎么说呢 那既然你不知道怎么说 那就表示你赞成妈的意见了 是吗 是吗 前一阵子呢 你照顾我丈夫 所以这些钱 你尽管拿去 不过 你拿了这些钱之后 必须立刻离开 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眼前 妈 敏君啊 妈今天请你来呢 就是请你当场做个见证 她收了钱之后 答应离开 这可是你亲眼看见的 妈 不 这钱我不能收 怎么 你是钱 钱少吗 不打开来看一看 我不是这个意思 难道你还想继续 留在这里纠缠下去 做光药的小老婆 赖在这里不走吗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玉玫 我的个性你应该了解 我想 天下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愿意跟别人共享一个丈夫 至于你儿子 黄崇明 他想要认阻归宗 我倒是可以考虑 不过 你 必须立刻消失在我的面前 妈 这件事 不要说了 我们走 不过 伯母 我也不知道 妈找我来是为了这件事 明君 那事跟你没关系 其实 我早就要离开了 伯母 我会把今天的事告诉爸的 不 这事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少华 小心 他好不用再睡觉了 小声什么 他也听不见 少华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不知道 少华 你看看 洪霞为你弄成这个样子 我认为 你应该好好留下来照顾他才是 少华 赶紧去跟敏君好好谈谈吧 去呀 去呀 来等我 你吃吗 我都不听好 你做来你吧 你做什么叫我 帮你坐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走 我很害怕 我知道我害怕 你别离开我 我没 我没走 我没走 我都在陪伴你来 我 我真的好 我怕我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残废人了 你们不要再问我的事操心了 你们不要再管我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照顾 我也知道 没有生命的世界是慢慢地寂寞和孤独 但是那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会 我会享受这些寂寞和孤独的 不会 我不会让你一个过那种生活 红霞是一个用情用意的人 今天 他为伤还付出了那么多 这份情 我要怎么报答他 冉军 你要知道 红霞 他不需要你的照顾 也不需要我的照顾 更不需要任何人的照顾 他需要的是 妈 你是说 他现在唯一需要的 他现在唯一需要的 就是尚华一个人对他的照顾 刚才 妈跟我说的那些话 虽然他没有名书 不过 他分明是让我把尚华让给红霞 我该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呢 慧姨 你告诉妈 应该怎么做呢 难道 真的要把你爸让给别人 爸能怎么办 大白天 怎么把窗户打开 明君 怎么了 哭了 什么事啊 我没事 我没事 绍华 洪霞的事你打算怎么样 别问我 我怎么能不问你呢 现在洪霞她 现在能怎么办 妈刚刚才问过我 你现在又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怎么回答你我 好 明君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对你大声 是我不对 我心情好乱 你不要生气不要误会我 我 绍华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我不怪你 绍华 虽然你心情很乱 不过 事情一定要解决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处理 爸 妈 外婆来了 人在客厅 我听说 洪霞已经出院了 他在房间休息 那他脸上没破相 还好还好 没出什么大事情 你们俩怎么不说话呢 眉头皱得紧紧的 心事重重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妈 红霞的耳朵失聪了 听不见了 什么 红霞变笼子了 现在他的左耳完全听不见 右耳还可以听到一点声音 他跟我说 他整个头 都嗡嗡在作响 那还要找人都听得见吗 没什么要紧的 妈 一个人好好的突然失聪 你还说这种话呢 而且他现在的情绪 一直很不稳定 我跟少华正在讨论 怎么去报答洪霞救他一命的人情呢 那你们这个人情怎么还啊 你们怎么不说话呢 我都急死了 少华 你该不会是他一只耳朵笼了 你还这个人情 就娶他吧 少华 我女儿嫁到你们王家 可是吃尽了苦啊 是你抱着惠仪来找我 说要永远跟敏君在一起 我是听了你这个话 妈 我感动啊 今天你可不是为了那个女人 就做出影响你们夫妻感情的事来啊 不会的吗 我会爱他一辈子 好 好 有你这句话 妈就放心了 往下啊 妈 妈 怎么了 妈妈 小小姐 妈妈 我又不知道啊 我到房里去看他 他就一直在哭 他说他耳朵听不见 耳朵里都是那种 好像闹钟的声音在响 头皱得快要裂掉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好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小宝 来来来 小心点啊 坐坐坐 好 别走 你看我 我好害怕 我真的好害怕 松手 你快松手啊 你怎么当着我女儿的面 绑着我女婿呢 你松手 你给我松手啊 亲家母 你怎么这么说呢 红莎现在情绪不稳定 少华只是在安慰她嘛 亲家母 这么大岁数了 你还看不出来呀 她是装的 真的 她是装的呀 你没事在说我吗 我 我实在是我的耳朵吗 我听不见 我真的听不见 你 你这说话太过分了 好在红杀耳朵听不见 她要是听见 她心里多难受 这么大的人了 说话还弄得没分屈呢 妈 你就别说了 少 少华 你怎么可以抱着我呢 允军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别误会啊 我 我刚才 我刚才可能一时太冲动了 所以 一下子要失去控制了 抱住了少华 少华 你怎么可以当着你老婆的面 抱着我呢 红霞 别在意 我明白的 你说什么 你是在怪我吗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是故意的 请你原谅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红霞 红霞 别急 别急 敏军她不会误会你的 她不会的 妈 你说什么呀 你大声一点 我一点都听不清一只梦 我的耳朵里面 全是叮叮当当的响声 全是嗡嗡的声音 我都听不清我的耳朵怎么办 红霞 我送你去医院 对对对 赶快送到医院 重新检查一下 对对对 妈说得对 你要去医院呢 什么 你们说什么 你们是不是要让我去医院 求求你们别送我医院 我已经残废了 童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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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童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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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怎么越看越不对劲啊 跟演戏一样啊 童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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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什么 我马上回来 妈 你怎么突然要回去了 既然你爸已经没事了 妈当然可以回家了 不对 爸 你不会无缘无故要回去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 告诉我 你不要胡思乱想 什么事也没发生 崇明把这包东西交给敏君 这是什么 你交给他他就知道了 妈 你的走是不是跟敏君有关系 你别误会 这事跟他无关 这么多钱 妈 敏君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 你快说呀 是敏君和何丽姐来过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她回王家之后 联合她婆婆一起来逼你走 对不对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你不用替她解释了 我真没想到 林敏君居然为了王少华 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瞎说什么呀 妈 你不能走 我今天一定要替你讨回一个公道 崇明 你可不能乱来啊 你干吗 你干吗 是王吗 我现在在王 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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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做什么 大不小叫 我做什么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 你这什么态度啊 这么没有礼貌 你可滚出去 崇明 你不可以这样的 妈 你别说话 我今天非要跟你讨个公道不可 这件事情用不着你管 我都已经跟你妈谈得很清楚 洪太太 你别以为拿几个臭钱 就可以把我们母子给打发了 你把我妈当什么人了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不缺钱 我现在要的是王光雅 给我妈一个交代 妈 咱们今天就不走了 你敢 这里现在是洪霞的家 洪霞才是女主 你没有经过她的同意 你就想搬进来 搬不到 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 崇明 你别这样 丽贤 这对不起 我不知道崇明她会这样 对不起 实在是 崇明 伯母 那天是你亲口答应我的 钱你也已经收下了 你现在怎么可以让你儿子来反悔呢 让你儿子来当了 何丽贤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 我不是 妈 你别怕 他们王家太过分了 今天我无论如何 一定要帮你讨个公道 让他们给你们一个交代 黄崇明 你不要太过分了 崇明 我们回家去 快等妈回家 妈 我不走 爸 爸 光耀 你来得正好 你都看见了 你也听见了 你看看 他们如此这么嚣张 你给我说句话 你给我说句话 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 何丽雅 你不能让玉梅他们走 王光耀 你 你竟然要把他们母子留下来 你当初搬回来的时候 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现在竟然帮他们母子说好 怎么 难道你想搅他两条船吗 我没有那样想 我明白了 你们一个个想尽办法住进来 你们就是想要逼我离开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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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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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亏来邵华的照顾 邵华呢 公司有急事 他去处理了 妈 你别太难过了 红霞 你知不知道 有人要来抢你爸爸 有人要纠缠雀巢了 妈 没有这回事 你想太多了 敏君 我问你 谁才是你的婆婆 妈 当然是你了 好 那既然这样 你去帮妈 把那个女人给赶出去 妈 这样不太好吧 怎么 你不赞成 还是 你不愿意跟我站在一块 不是的 不是 不是 你就把她赶出去 去呀 好 红霞 那个女人已经要住进来了 你说妈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妈 你先别急 为了顾全大局 你要忍耐一下 你要我忍耐 怎么 难道你也赞成那个女人搬进来 要我看着那个女人 赖在这里不走 要我看着那个女人 我办不到 我也不甘心 妈 我知道你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 不过 为了避免日后的麻烦 您真的要暂时忍耐一下 我们就让她住进来 看看 她到底耍什么花样 我 光阳 我从里没想过我要住下来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现在 我现在就算 妈 你别走 丑铭 你是想让妈难堪吗 妈 我没有 我没想让你难堪 如果你心中还有道义跟责任 如果你心中还有道义跟责任 还有对我妈的歉意 跟愧疚的话 你应该给她一个很好的交代 玉妹啊 你就先留下来好不好啊 网友 你不能这样做 这不可以 爸 爸 你妈她 妈没事 爸 我觉得 敏君啊 你先安排玉妹留下来 崇明儿 咱们出去谈谈 爸 先坐 走 伯母 对不起 我只是陪我婆婆去找你 我不知道她会那样做的 明君 这不是你的过错 你不用自责 伯母 你不能走啊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住在这里 崇敏这样做只会让我为难 我留下来只会制造更多的麻烦 你还是让我走吧 伯母 你不能走 你走了 我怎么跟我公公还有崇敏交代呢 我怕我留下来 只会制造更多的是非 伯母 事情终究会有一个了断 崇敏现在情绪不稳定 但是 我相信我公公 会有一个妥善的安排 崇敏啊 这件事情 我不想听 我只要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可是 爸 你怎么会来这儿 少华 公司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爸 你回来跟我谈过之后 我已经知道 少康跟崇敏会暗中帮助我们 而且之前被曾万里手抢走的客户 我现在都已经夺回来了 好 太好了 爸 我没有看错你们哪 你们兄弟两个都是我的好儿子 他是 我可不是 我告诉你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妈 如果你不能给他一个很好的交代的话 绝对饶不了你 爸 爸 爸 怎么了 透明坚持要让玉妹住在咱们家里 爸 爸 您怎么心事重重的 有什么事情不开心吗 当然是烦公司的事了 爸 公司的事情都有少康在掌管 您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吗 就是因为少康在掌管 我才会觉得奇怪 爸 难道您怀疑少康 晓月 你知不知道 最近我们的订单 接二连三地被人抢走 再这样下去 公司真的会发生危机 怎么会这样呢 平常的时候 我也会到公司去看 怎么会没有发现呢 最近少康在忙什么 少康 他一直在公司监督正常的工作呀 爸 公司里订单的事情 一向都是您和黄崇明负责的 少康可是没有机会插手的 黄崇明 难道是他搞得贵 不可能 他没这个理由 也没这个胆子 爸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黄崇明当初都能跟您联手起来 把王家的事也吃掉 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爸 我觉得黄崇明这个人不太可靠 您最好提防他 再说了爸 我觉得 您应该把公司的财物 交到少康手上 毕竟少康是您女婿 自己人也比较放心 再说了 我也会在一旁监督他的 这份资料很机密 您一定要小心 务必交给我爸 好 我明白 来 喂 小玉 好 我马上过来 张嫂 好 我来吧 莉姐 请喝茶 好 玉玫阿姨啊 你看你 别忙 先坐下 这个端茶的事啊 应该由我们晚辈做才是啊 来来来坐下坐下 真不好意思 你看这杯茶是我让张嫂给我妈妈端的 要不这样吧 我亲自给你再去端一杯来 不用不用 我不渴 你请坐请坐呀 红霞 那我的茶呢 妈妈 您的茶在这儿呢 妈 妈 伯母 请喝茶 红霞 你也不必再去端茶了 你当我是婆婆 人家敏君可当她是婆婆呢 还端茶给她喝 妈 我端了两杯茶 一杯是给你的 一杯是给伯母喝的 你别误会啊 误会 是我误会了吗 敏君啊 难道你以为 你公公娶的是大小老婆 你要是这么以为的话 那红霞跟你 不就是少华的大小老婆了吗 丽姐 不要因为我的到来 影响你们婆媳关系好不好 妈 刚才你们说了那么多 我也听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 我挺为难的 妈 您是爸爸明媒正娶的 而敏君呢 在名义上也是少华的老婆 这样算下来 只有我跟阿姨 才算是外人 红霞 我可没把你当成是外人 我把你当成是我的媳妇 好 丽姐 我 我现在 再一次慎重地 告诉你 我不是来破坏你们家庭的 我承认 我过去和她是有一段情 不过在她娶了你之后 这段情早就烟消云散了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要和她再续前缘 那既然这样 你干吗还跟光耀纠缠下去 你大可以拿了钱就走人了 你为什么还要强行住到我们家来呢 我刚才说了 这是崇明的意思 我不想住在这儿 是吗 从来都是儿子听妈妈的 没有妈妈听儿子 你要是自己不想住下来 你儿子会拿刀架着你 我从来也只听说过 人家在外面抢东西 我倒是从来没有听过 像你们母子这样 专门抢人家老公老婆的 真是笑死我了 母母 你要去哪里 我实在不应该住在这儿 我还是走了 不行 你走了 事情就更麻烦了 你不要拦我了 你还是让我走 瞧你们俩的左一句右一句 挺亲热的 既然你们聊得这么亲热 那你们婆媳俩好好在这儿聊聊吧 黄霞 嗯 陪我出去走走 伯母 其实我妈人很好的 她是刀子嘴豆腐心 你别放在心上 明君 我真的 真的不想破坏他们的家里 伯母我知道 别想太多了 好不好 爸 小玉 你这么急 喊我来干吗 最近公司的生意不好 你是不是应该跟爸解释一下呢 小玉 公司的生意一直都是爸在处理 订单也都是黄崇明在接 你又不让我插手 所以我很不清楚 你让我怎么解释呢 小康啊 我并没有怪你一个意思 对了 听小玉说啊 最近你都跟黄崇明在学 我想知道你到底跟她学了些什么 哦 我主要跟她学怎么接客户的订单 嗯 怎么去谈价格 而且她对这些方面比较了解 对产品品质的控制也比较好 好啊 我主要跟她学这些 嗯 那都学得怎么样呢 应该说没什么问题吧 嗯 少康啊 你是我的女婿 我也没有儿子 算起来也算半个儿子吧 现在我年纪大了 这家公司是该到了交棒的时候了 我想把黄崇明赶走 把整个的事业都交给你 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少康啊 我爸这么器重你 把陈佳事业都交给你 说明她真的很疼你这个女婿 你以后呢 要把公司好好的经营 千万不要让我爸失望 爸 我 我只是觉得 这 少康啊 过去你一直怪我 只重用黄崇明 不重用你这个女婿 现在我真的要把整个事业 都交给你了 你怎么反倒不肯的呢 爸 我是觉得 陈佳的事业太大了 这一下交给我 我怕我管不好 少康啊 这可是你大展身手的好机会 你又怕什么呢 嗯 爸 我看 还是让小玉来管我 他本身 这是公司的董事长 我还是趟他助手的一样 少康 你怎么这么样啊 一点用都没有 爸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你知不知道你大哥全家都去团圆去了 如果你现在接管了我们陈家的事业 你知不知道你回去以后会多风光 多有面子 到时候 你们家人也不会看不起你了 小玉 你说他们都回去团圆了 他们是谁啊 少康他爸回去了 好 你们去准备一份礼物 一会儿啊 我要去看看亲家 哎呦 张嫂 我来吧 你快去嘛 啊 妈 这是你的人心堂 哎 张嫂 你看到玉梅了吗 怎么 一回来 就急着找旧情人呢 妈 敏忌呢 红霞在照顾我 他呀 在照顾他婆婆呢 婆婆 就是你爸那个旧情人呢 何丽啊 你说话 一定要这样 尖酸刻薄吗 二少爷回来了 爸 妈 少康 妈 不必叫了 我不敢当 好的 亲家婆婆 就不要跟婉妃计较 我计较 打从娘胎开始 就没看到媳妇这么虐待婆婆的 当初我们住在这个家 她是怎么样神气活现地把我们赶出去 怎么 现在我们回来了 你们又有什么指教了 没什么 我听说光耀兄回来了 身体好多了 我是来给他倒了洗 顺便来看看哪 你不用客气 好 爸 我出去吧 胡小姐 好久不见了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是啊 这位是我爸 爸 这位是 她是我大媳妇 大媳妇 她是邵华的前妻 我说 你来不只是关心我的身体吧 啊 光耀兄 我听说 你最近又筹建了一个新的公司 公司是洪霞的 她只是请邵华去帮忙 仅此而已 是吗 那就奇了怪了 最近我的公司一些订单都没了 听说 就是被你那家新公司给搞走的 做生意嘛 本来就是公平竞争 这些事情 都是邵华在交涉 洪霞 你知道吗 这 你 你们在说什么 妈 我 我听不太清楚 好了 你们统统听着 我陈丸丽在商场 也不是一天两天 本来 我还想来给你们商量商量 现在看来没什么话好说了 你们有什么招数 都使出来吧 我等着 突然间我好想你 多年后 原来你仍然是我 心痛 在梦里你的面孔 跟我来 柠檐 记得是你 出现在我的眼眸 想问你是否还记得我 我只想再拥有 你的温柔 我想独自在街头 品尝寂寞 是否能再停留 在你左右 我不愿再次蹉跎 只为你等候 别说 你眼中已经告诉我 回忆回忆休 虽然离去我一人 为你守候 优优独播剧场